你怎么回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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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刚吃螃蟹都直接上手了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明星 可能更随意 对 螃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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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前辈他们全都没有什么包袱的 那可能现在的年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经纪人公司 因为是大众觉得明星 应该是那个样子 博之确实没有偶像 没有这种什么包袱 就是比如说坐飞机这件事情 因为每一次博之都是有 这种头等舱待遇的 比如说他会有一个VIP休息室 但我们团队每一次有很多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要进去 这个头等舱休息 但博之就是说 你们没有办法进去 我也不跟你们进去了 他宁可不要那个 说私密的环境 他就会跟大家在 比如说机场 找一个拉面馆 或者是找一个快餐店 坐在那儿 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吃 无所谓路人拍不拍没关系 但是他就希望 他是跟团队在一起的 我可以帮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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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帮忙